這次講到數年爭戰的方面 我想說 我從聖經所講的數年爭戰 跟很多人普遍認為數年爭戰是不同的 但我不反對人做他的事 我所講的只是說根據聖經 聖經是怎樣講法 而問題是我們做的到底是多有效 因為神講的才是最有效 有一個觀念很重要的 到底聖經是否包含所有需要我們的屬靈生命的東西 還是聖經流感一大結 問題是這樣的 到底聖經是講了所有我們需要建立靈命的東西 還是神只是講了八成而已 有兩成是聖經沒有講的 那些你們就去探索了 到底是怎樣的呢 聖經在提文太後書有講到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窄使人 歸正教導人學而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都是完全的 所以根據聖經呢 聖經是足夠的 即是它裡面所講的足夠 我不否定人可以得到一些額外的啟示 譬如關於天堂 關於同神的關係 有些可能他們的關係是有一些層次很高的 不過聖經也有講例子 譬如很高層次有什麼例子呢 有講到三層天 也有講到肥利 神將它接去 這個就是在網上你都見到的 有些是超自然的travel 神將它帶去另一個地方 這些都是一些 可能普通人覺得是很少見的東西 而我們今天講到這個數量爭戰 我相信大家見到很多很多 很多人的數量爭戰 到底是不是很像這裏經文所講的呢 我們今次來看看 或者我都講出指出 但我不是代表他們一定是不對 不過我只是說聖經沒有講 聖經有講的除了《以弗所書》 以及《光臨當後書》 有講的另外在《彈爾書》第十章 那裏有講到什麼呢 有講到波斯的魔君和希臘的魔君 那裏是怎樣的情況呢 就是《彈爾里祈禱》 接著有一個白衣的人 這個人就應該不是天使來的 他就講到米加勒和他一起爭戰 那就是… 就講到這個波斯的魔君就爛了他 於是他就等了一段時間才來的 然後他就將來有希臘的魔君 那這個到底是誰來的呢 就應該不是一個天使來的 而是… 基督在九日出現的時候 他就是神了 譬如耶華軍隊的元帥 這個是神來的 因為他就要脫鞋 就是要脫鞋 就是要向他下拜 所以這個是神在九日出現的 那你說神會被難阻呢 他被難阻不是因為他是神 他在那個神 他單獨他自己本身做工 是沒有人的難阻 他在人的工作 在國度的工作 在人中間是有難阻 那為什麼會難阻呢 因為那些人不聽話 那些人不聽話 那譬如神想復興 但是那些人不聽話 是被魔鬼攔阻了 所以在這個基督徒 在教會裡面 神是跟魔鬼爭戰了 聖經有說到 耶穌已經勝過魔鬼了 已經踐踏魔鬼 祂賜給我們全兵踐踏魔鬼 但是在魔鬼人的生命中的工作 是繼續有的 所以一方面 就是耶穌完全勝過魔鬼 我們真是信耶穌 聽耶穌話 是完全勝過魔鬼的 但是在基督徒當中 因為很多人不聽話 所以神想做的 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時候 就變成 祂就爭戰了 所以就難阻 我就覺得這個難阻是這樣 但是當我看到這個經文 說到這個波斯的希臘魔鬼 神沒有吩咐彈以你 你要抵擋這個魔鬼 你要奉神的命去趕逐他 他是沒有這樣做的 而我尋文傳的本聖經也找不到 找不到這種祈禱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保羅 保羅去傳道的時候 曾經因為那些異教 他們示威 抗議 因為他們說他 因為他信 帶人信耶穌 於是那些人不拜偶像 那些做偶像的生意就沒有了 於是那些人就很 抵擋保羅 但是保羅並沒有說奉耶穌的命 我要將以弗所的邪靈趕走 他是沒有這樣做的 但是有很多人的淑蓮爭 他們一起祈禱 奉耶穌明趕走香港的邪靈 問題他這樣做不是錯的 不過問題是有效 是否神要我們這樣做 因為神要說他已經得勝 所以稍後要看這個經文 講到這個淑蓮爭 到底是怎樣的淑蓮爭 是不是有些人以為淑蓮爭 就是整班人在這裡祈禱 奉耶穌明 邪靈離開這個教堂 離開這個地區 離開香港 是否這樣代表邪靈離開 他們就得勝 即是是否得勝就是這樣得勝 還是另外的得勝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經文說什麼 他說我運有沒了的話 《以弗所書》六章十節開始 你名靠著主 依賴他的大能大力 作剛強的人 我一直解經 我稍後會有個圖給大家看 稍後才看 我們是依靠他 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以致能夠成為一個剛強的人 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抗魔鬼的诡计 我们就是穿着全副军装 能抵抗魔鬼 到底这军装是否就是能打赢呢 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一看第16节 有拿着信德当作腾皮 可以灭尽冷恶者一切的火箭 这个是打赢的 就是灭尽他的火箭 因为我曾经 我看这个经文里面 就讲到公义、信德、真理 这些作为真战 有些人就不是这样讲的 我曾经上网看过一篇讲到 那篇讲到是什么呢 它说你穿着这些军装 然后你去打 因为这个经文所说 你穿着这些军装就是打 听到我的意思吗 到底你是不是有信德 就是你已经打赢魔鬼 灭尽他的火箭 还是你有信德之后去打 这两个很大分别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穿着这些军装 这些军装里面有打仗的 一个就是 有圣灵的宝剑、神的道 这个就是打仗的 到底这个打仗是去 去赶逐地区的邪灵 还是走完神的路 这个就是我所提出的问题 那我们大家一直看下去 大家一起去找答案好不好 他说我呢 穿着这些军装 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 抵挡什么呢 是诡计 就是他骗人的东西 他骗人、欺骗人 等别人不听神的话 就是我们抵挡那些诡计 而下面呢 《九龙德后书》第十章五节 就是《各样的计谋》 《各样的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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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讲到一些诡计 就是敌党是敌党魔鬼的欺骗 就是有很多人 他们就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魔鬼有一个势力 我现在奉耶稣明 我要抵挡这个势力 抵挡抵挡 以致这个势力来不到 还是这个势力就是他的欺骗 我们听了神的话 就是胜过他 这些我有我的答案 我给大家去看经文去思考 然后我们待会去达到 根据这个经文的结论 然后大家去思考 就是对于苏联争战的看法 好了 接着我说 我们不是和熟气的争战 而那个经文是蜀交 wrestling 这个蜀交当时在希腊的文化 是没有常有的 他们有这个蜀交 到今天都有这个蜀交 蜀交就是一个坚韌战 就是大家一直扭啊 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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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怎么扭贏他 所以这个蜀联争战 其实是一个蜀交 是一个和魔鬼一路 他一路搞我们 我们一路抵挡他 一路和他抵挡的 乃是与那个执政的 就是掌权的管合这个幽暗世界 和天空熟灵气的恶魔争战 就是说和这一位 是执政的 就是他有这个政权 他在因为人不听话 所以他在人之中有政权 他有掌权 和管合这个幽暗世界 这个就是说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 他就在这个幽暗世界里 他是被魔鬼管核的 还有这个天空熟灵气的恶魔争战 就是我们和这些所有的灵界的力量 在这里看 就说灵界的力量是有层次的 这个也是有根据的 因为真的有层次的 有魔鬼最大那个 也都有不同的邪灵 那些邪灵的等次 和魔鬼是有分别的 所以他就说到有什么方法 就是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他全副 整副 整副即是全部 全部的军装在这里 那这个军装在什么呢 就能够在这个磨难的日子 一个很罪恶的世代 能够抵挡仇敌 你留意的字是抵挡 原文 你可以查一下 我写原文的数字在这里 因为有一个叫 strong number 希腊文就用g 希腊文就用h 希腊文就用h 就是greek和hebrew g436就是这个字 抵抗 那大家上网可以找到的 找一些interlinear bible 英文和希腊文对照 它就有这个数字在这里 而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是抵挡它 即是它攻击抵挡它 所以这里讲到 和魔鬼打仗是抵挡的 为什么不是打呢 因为耶稣打了 因为圣经是有讲到 它是已经捆绑这个壮士 耶稣已经打了 但是魔鬼一样在人的心中做工 即是它整体的 即是它是没有权势的 不过当人听话 它是一样可以影响人 当然一听话 即是他就没有权势 即是奉耶稣明 听耶稣说 奉耶稣明不是只口说的 有些人以为奉耶稣明 奉耶稣明 奉耶稣明 齐铃离开离开 那魔鬼一定离开 不是一定的 为什么呢 他在奉耶稣明 魔鬼离开 然后他又发怒 然后他又贪戀某些东西 或者有情欲 他口说是没有用的 所以一定 不是口说的 而是真是 跟神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抵挡就是说 耶稣已经胜过 但是他会引诱我们 我们抵挡他 成就一切能够站立得住 这个目的都是 就是站得住 就是说 站得住的意思 不是说我叫基督徒 只是站得住 当然 因为下面有讲到福音鞋 是讲到 亦都是救人的 就是站得住 就是我做好 然后我去救人 跟着就是 十四节 所以站稳要站稳 有真理当作大致束腰 那真理是什么 就是神所有的教导就是真理了 神的真理的教导 所以第一就是有神的真理教导 就不会打准最重要的部分了 这个公义是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 公义有两个公义 righteousness有两个 一个就是 神的公义 耶稣的公义 加级一切相信的人 将神的义加级一切相信的人 就是凡信耶稣的人 就百百清义 这个就是第一个公义 第二个公义 就是基督徒所行的义 在启少尼有讲到 基督徒的义剖 也是基督徒所行的义 也都是由耶稣赐给我们的义 所以这里有两方面 就是说 什么是遮控呢 耶稣赐免我们的罪 公义是加一些东西上去的 什么是加一些东西上去呢 我用一个比喻 譬如一个人 他有很多罪 或者是在社会上犯了很多罪 譬如他是杀人犯 后来总统宣布大赦 譬如假设那个地方 有总统宣布大赦 那罪犯就出来了 那我想问大家 他宣布大赦 这个罪犯 是不是他出来 就变成了一个 充满公义的人 不是 他只是 没有了罪的控诉 所以耶稣救我们 不只是没有了罪的控诉 不只是不再控诉 而是 加给我们 将神的意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就是说 在神的眼中 这是在以赛书六十一章十节 他有说到的 他说 神 他说 以公义为袍给我穿上 要救恩 和公义为袍给我穿上 叫我好像新郎和新娘 那么漂亮的 在以赛书六十一章十节 就是说 神不只是赦免罪 他将神的公义加在我身上 所以我们在神眼中 就好像耶稣这么圣洁 就是我们好像耶稣这么完美 那这个就是公义 就是说 神的公义在我身上 和我自己所行的义 因为基督徒如果不行义 一直在罪中 就会被魔鬼控诉 和自己控诉 然后就是平安的福音 当时预备走路的鞋 就是我们经常走路 有福音 整天都会传福音 所以这个是打仗的 这个是打仗的 这个是打仗的 是救人的 救人就是打仗的 然后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 灭尽呢 他原文就是 息灭 quench 英文就翻译 quench quench 就是火 就是整息 灭尽 恶者一切的火箭 信德呢 其实就是信心 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魔鬼的火箭 就会被他灭尽了 魔鬼是什么火箭呢 人的控诉 自己的控诉 或者说你自己没用 人的攻击的话 人的 或者想攻击我们 他们的侍奉 我们的家庭 各样的东西 魔鬼攻击 那我们用什么挡住呢 就是信德 就是我相信神会 祝福我 保护我 所以人骂我 不要紧的 他影响不了我 人说的话 影响不了我 我有信心 一定可以挡住 魔鬼一切的火箭 所以有时有人骂你 有人得罪你 你就想那些 就好像火箭 魔鬼射的火箭 是真的 哇 一样一样攻击 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保守我 所以我就抓住这个信心 当作藤牌 可以quench quench我 识了他 为什么识了他呢 我自己也识过 有些人控诉我 说我有些什么 但其实不是真的 那我就不介意 就变成我熄灭了 即是他说的话 没有功效了 熄灭了魔鬼的火箭 所以这个都是打赢魔鬼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把他的攻击取消 跟着就是 戴上救恩的头盔 就 头盔那时候都有 打仗的时候有头盔 就是 神的救恩 神救我 这个就是我的头盔 就是我的保护 拿着圣灵的保剑 就是神的道 这个也是攻击性武器 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是给我们有应许 给我们有力量 给我们可以拯救人 更新人的生命 所以在这里讲到武器 是有多少样呢 福音是武器 这个圣灵的宝剑是武器 其他全部是保护的 大家看不看到 其他全部是保护的 另外一个 第十八节 很多人就没有列 这个是全部军装的部分 我觉得都可以列 因为其实 截数是后人加上去的 原文是没有的 然后他又靠了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 这个都可以是武器之一 就是我们祈祷 不过如何祈祷 祷告祈求 这里就没有讲到 到底我们可不可以说 那些祈祷 就是有些人所做的 就是他们赶逐那些地区的邪灵 就是奉耶稣明那些邪灵 要走 是不是这个祈祷 那我全本性就找不到 除了赶邪灵 除了赶邪 我奉耶稣明叫你 就是奉耶稣明去赶走 就是这种的赶邪灵 但是赶地区邪灵 我是见不到的 好了 接着就是 警醒不觉 为众圣徒祈求 祈求就是intercede 为他们祈祷 所以祈祷都是争战之一 就是说 如果有讲到武器的 就是呼音鞋 这个 圣灵的宝剑 还有祷告 而其他都是防卫性 我去看看 怎样有防卫性呢 真理 就是有真理 我有真理 保护我 我站得稳 我知道神是舒服我的 帮我的 公义 是护心镜 是保护的 福音 这个是争战的 是去救人的 信德是保护的 魔鬼攻击 我就保护自己了 救恩头盔 都是保护的 圣灵保护就是攻击的 和普告是攻击的 亦都是保护的 所以由以上经文 看不看到 有些人所做的那种祈祷呢 我不否定他们所做的 不过我主要说 有没有功效 就是说 魔鬼已经战胜了 那两件事 第一 魔鬼被战胜 我们总之亲近神 遵从神 我们已经是 和耶稣一起得胜 我们是否再要奉耶稣 赶他们 他们就会输多些 还是赶走 离开这个区域 这是一个问题 到底是否这样 离开区域 保罗去到以忽所真 那里整个城 都是很多拜偶像 那是否祈祷 赶走邪灵 然后人们就把那些 拜偶像的那些 邪灵的那些书 就烧了 其实就没有这样说 只是因为神的工作 所以他们就这样做 到底这种祈祷 是不是圣经有吩咐我们做 我就看不到有吩咐 这样做 但有人做 OK 但我不会觉得 这是我主要应该做的事 我主要做的事 是刚刚社先所说的 就是我们能够在真理上站立得稳 好了 另外《光临当》后书 第十章第三节 他说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这个血气 就不是说到后面的血气 却不凭着血气争战 那个血气争战 就说到用人的那种力量 这个第一个在血气中行事 就说到 我们仍然是血肉之軀 我们现在已经是天使 不是天使 我们现在不是灵体 我们仍然是肉体 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 但不是凭着血气争战 即不是用人的意志 力量 我们争战的兵器 这里用的字就是争战 和最先摔膠不同 这是争战 那个兵器不是熟血气的 在神面前有能力 是有神的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刑履 这个坚固的刑履是什么呢 后面再详细解释 这个刑履是有两类解释 一个就是堡垒 一个就是理据 这个可以解释为便论 就是说那些人 所信的一些道理 它将各样的计谋 这个计谋也是理据理论 就是攻击理据 攻击错谋的教导 错谋的意念 各样难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的事 是将这些错误的教导 难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 即是人的自高 一概攻破了 将那些人的自高 人的虚假的教导 攻破 然后将人的心意奪回 信服基督 将他的心拿回来 让他听话 这种数年真正是什么呢 这里讲到是争战 是 这里没有讲到魔鬼 但是讲到我们是争战的 即是我们是打仗的 不过这个打仗是什么呢 就不是去 即是将魔鬼再踩低些 因为魔鬼已经输了 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 所以我们是和耶稣一起 将人带到真理 让他脱离至高 和一些假的错误 让他完全信靠神 因为我曾经真的看完 旧约新药 我找不到现在 有些人所做的一种祈祷的方式 即是我看不到 我看到是什么呢 我们亲近神 神是得性的 神就会打赢 所以我们都可以奉耶稣 赢赢赢赢 如果为人的赢赢赢 是可以奉耶稣赢赢赢赢 我自己都很多时候赢赢赢赢 不过我大部分时间是亲近神 我见到那些赢赢赢赢 我真的叫到声诗力竭 是直接叫到尽了 我都为他的喉咙担心 他就觉得很大声很大声 那些邪灵就会出来 但在我自己的侍奉经验 我发觉真的不需要这样叫 第一就是对我们喉咙 第二听的人都很辛苦 我觉得声音是极高度的 我见过有些人极大声极大声地叫 到底是不是要叫那个邪灵才走呢 如果根据圣经就不是 因为他已经被我们拳并 我们不用一定要大声叫 所以有时我跟人说邪灵 我就跟他一起享受神 亲近神 邪灵就走 我试过在宣教的时候 我又跟那个人亲近神 他就开始有些反应 有些邪灵的反应 有个人问我 你是不是在说邪灵 我说 我见到他真的有些反应 我说应该是 为什么你没有奉耶稣名赶 我说耶稣来到自己会赶 但我也有赶 不过我不是赶了那么多 我有很多都说到亲近神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邪灵就走了 所以我们的得性到底是 我们去打魔鬼 我打打打打 打到他没力了 打到他要退后 因为耶稣已经打赢了 只要我信靠耶稣 我就是得性的 这个我从经文里面看得到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打赢灵真正是怎么样 帮人信仰坚定稳固 帮人亲近神 遵从神 行神的路 也时常传入福音 有圣灵的充满 作美好见证 这个就是打赢灵真正 把人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个是我MARK圣经 大家如果 因为你下次很难拿到的 你可以拍摄 或者你跟我拿这个power point 可以的 这些图我有很多这些图 整了的 我们现在看一看 那这些MARK圣经的方法 我以前在我初信主 没多久 就有圣经工会的人 来到我们教会的团契 有一次讲到查经 那他就叫我们 将一段经文去分析 分辨他有多少个要点 有1、2、3、4、5 有多少个要点 那当时来说 那些教友 每个人都不同的分辨 他就给我们看 应该如何分辨 但我来说 我都会这样说 不是最重要 你分辨得多准确 反而最重要 是你尝试去做 你尝试去做 你得到一个结论 那个结论 帮到你明白圣经 你就开始了 不一定是最完美的 总之帮到你明白更多 记得回经文 你就会在那个经文里面 能够拿到神给你的信息 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理会 我们靠着主 首先第一 要做什么呢 绿色的就代表我们做什么 大家看到这些字 绿色有个蓝色有个红色 红色就是恩典 耶稣的保证是红色的 就是恩典 红色 然后相反就是蓝色 就是罪 罪的惩罚 魔鬼 然后绿色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 而那些数字都是有色的 靠着主 就是倚靠耶稣 这是第一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光强的人 这是第一 就是靠着耶稣 依赖他的大力 自己做光强的人 第一 第二 穿戴 绿色的衣 穿着神所赐的 是神底的 全副军装 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呢 抵挡魔鬼的诡计 所以这里讲到 是抵挡魔鬼的诡计 魔鬼的欺骗 你可以喜欢拍摄也可以 你可以拿 我传给你也可以 对不起 这个 走了 OK 好了 这里有战嘴 我记得上这里 倚赖他大能大力做光强的人 所以战嘴是外面的 就是后果 穿戴神全副军装 就能够 这是后果 如果你买一本大一点的圣经 你就可以这样写圣经 就会帮助你明白圣经 还有用颜色 我自己曾经用颜色 写过好几本圣经 所以我现在一看圣经 我已经立即能够分辨到 它里面 是什么 即是很快能够分辨到 好了 这里 着全副军装 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不是熟血气的争执 那 为什么有个负 我们不是熟血的争执 为什么战嘴都回来 因为我们不是熟血的争执 我们是 我们不是熟血的争执 我们是 因为这里讲到 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 那怎么带来抵挡呢 就是我们不是熟血的争执 是跟那些争执 带来这个后果衰的 战嘴都回来 就是带来这个抵挡魔鬼的诡计 这个目的 始终都是抵挡魔鬼的诡计 那就不是跟熟血的争执 是蓝色的 原文是衰胶 而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达这个幽暗世界 天空熟弱的恶魔 就是说不同的层次 或者形容他们做的不同的工作 我们跟他争执所谓是绿色的 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 就是我们是 争执是抵挡 是拦了他的诡计 我特别 highlight这个诡计 加条线上去就是说 是魔鬼用诡计想攻击我们 想骗我们 所以呢 后果就拿起神所赐的传乎军装 拿起就是我们的 就是神给我们 所以是红色的 神赐这个传乎军装 就能够这个磨挽日子 做什么呢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一切万能站立得住 那么 有两样东西 抵挡仇敌 能够成就 抵挡仇敌的时候 两样东西做到就是 成就一切更能够站立得住 所以A和D 抵挡魔鬼 而抵挡呢 抵挡呢 抵挡是 最先我们所讲的 就不是说 我们现在将魔鬼踩低 因为根本 它已经被神踩低了 所以我们 我们的抵挡 只是拦挡它 在我们生命中做工 我们和魔鬼的争战 然后 接着呢 就讲到那几样的 我们应该 有个奔赃 第一 就是真理 是神所赐的 就当作 大致冲要 就是我们站得稳 我们有神的真理 撑着我们 有公义 是神所给的公义 和我们自己 基督徒所行的 也就是护心镜遮胸 是保护我们的 有平安的福音 预备走路的鞋 穿着脚上 这个是争战的 因为是 将人救了 脱离魔鬼的手 然后第四呢 就拿着信德 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 拿我这一切的火箭 那这里就讲到 这个打仗 这个打仗 是拿信德 信心 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就是说 我做不到 我依靠神 神做到的 我拔着耶稣 我信靠祂 我信靠祂 就能够打赢 魔鬼的一切的诡计 所以这个说到 数灵真战就是 困难了 魔鬼的诡计 我们就不够 这个释灭 可以释灭魔鬼的火箭 而 谁释灭呢 其实是神释灭 因为 信心 信心是靠人 是靠神的 当我们信靠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灭尽 他的火箭 不是我们灭尽 信心就是我做不到 我依靠耶稣 耶稣可以灭尽 那些火箭 然后呢 戴着救恩的头盔 这个就是神所赐的 这个都是保护的 然后呢 圣灵的保健 神的话就是武器 这个武器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道 等于就是等于神的道 还有呢 靠着圣灵随时 多方祷告祈求 这个都是争战的 第七弱 然后呢 就 讲到祈祷呢 就讲两个 一个警醒不决 为众圣道祈祷 这个警醒不决呢 都是一个防卫的 我们警醒 不要睡觉 不要犯罪 不要在罪中 这个都是防卫性的 然后呢 就为众圣道祈祷 求神祝福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所讲的 所讲的攻击 都是用神的话 就不是说 奉耶稣明 去赶逐地区的邪灵 然后《光伦德后书》 第十章三节 因为我们虽然在 血气中行事 这里所讲的 就不是说我们 个个都是血气 而是说 我们仍是肉身的軀体 在血液之中行事 就不是凭着血气争战 这个战争 代表两个对抗 一个就是 我们行事和争战 就是不是用血气的 我们不是用血气的 就是这两个对立的 一个是我们行事 但是我们不是靠血气的 我再讲一次 就是说 这两个对立的 我们虽然做事 但是我们不是靠血气 不是靠人的力量 是靠神的力量 所以是两个对立的 我们真是悲气 不是属血气的 所以这个否定了 negative 不是属血气的 而是什么呢 正面了 是神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灵力 那这个就是攻击了 但是攻击是什么呢 是捕虑和理据和辩论 就是有些人相信一些假的东西 将各样的计谋 计谋 这个很明显就是理据 理论判断 所有难所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 是我们将人的至高拿走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的心 所有的心意捏回 将他的心拿回来 其他都顺服基督 所以 增见成功是什么呢 那些人顺服基督 就是增见成功 打赢仗 就是那些人 顺服基督 就是打赢仗 所以这个增见 根据圣经所说 就是将人的内心 所有的垃圾清除 所有的错误的理论清除 我们所有的伤害清除 让我们完全听神的话 所以在这里我看得到 就是说 有很多人 对于属联征战的看法 是影响他们 如何处理生命的 我来说 我根据经文 我觉得最主要是 那个人常常爱神 亲近神 处理生命 清理垃圾 一样他需要灵的祷告 但首先是在信念上清洁 信念是跟从神 他一样可以奉耶稣明 赶赤灵 但一定先有 这个清理所有自高的事 所有垃圾 他清理了这些东西 又亲近神的时候 他都可以赶赤灵 个人可以赶赤灵 因为圣经是有这个例子的 个人可以赶赤灵 他就是得胜 就是说他不给魔鬼影响 他满有神的同在 和神的真理 但是有些人对于 这个赶灵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武士你跟我赶 赶完我就没事了 有很多人就去这些聚会 去赶 赶了之后 当时很舒服的 但怎样知道回到家 又来过了 下个星期又来过 牧师又跟我赶赤灵 赶完回家又重复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他里面没有这些 纯正的真理 和行神的路 而是他里面 仍然有很多污秘 他以为赶赤灵就搞定 其实不只是赶赤灵搞定 他需要处理生命 和神建立深的关系 邪灵就没有攻击的余地 所以对于两方面 我的看法是有些不同 但我不会否定人家所做 他做的是 他做的事情 他自己选择 我看到地区性的攻击 是去救灵魂 你说黄大仙的邪灵 是不是黄大仙就走了去呢 其实人们一样信黄大仙 他都一样在他心中 到底有多少果效呢 我曾经有一次问过一个人 他是看到灵界的 我说那些人去赶邪灵 到底邪灵走多久呢 例如走到黄大仙那里赶邪灵 他说他闪一闪走开 一会儿他又回来 所以最重要的是 那人信耶稣 听耶稣说 耶稣先停留在他里面 不是你赶完邪灵 然后那些邪灵走 那些人都没有邪灵了 是没有这件事的 也不会说 你赶了邪灵 然后黄大仙就没有邪灵了 就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始终那些人 容许魔鬼在里面做功 第一就是 地区性的数联争战的看法 第二就是个人的数联争战 到底是否赶了邪灵就搞定呢 因为这个人处理生命 所有的错误的教导 所有的不好的东西 所有的负面的东西 所有的罪清理 然后他亲近神 没有神的真理 没有神的同在 这样便会保护他 耶稣也是在他比喻说的 有个人就有邪灵 赶了出来 但是邪灵没有地方走 走来走去找不到 他走回去 找了七个更恶鬼 走进去 他说这个世代都是这样 就是说到人 因为他没有神 在他心中 所以邪灵又进去 所以只赶邪灵的释放 可以说是 治标不治本 我曾经参加一个聚会 我去观察 那些人真是 赶邪灵的叫声 是很凄凄 很凄凉 但是我过了几年之后 再去又是同样 这么凄凄 还有我看到有些 仍是服侍队 都是这么凄凄 那我就 为何他们跟了这么多年 都依然是这么凄凄呢 我觉得是他的信念上 他又不觉得自己是无福 所以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凄凉 他处理不了生命 所以觉得是凄凉 那我一方面说 是要处理生命 但是我依然说 是需要赶邪灵 不过赶邪灵 就不用由头到尾 整天都要奉耶稣 为赶邪灵 而是 我们一样可以帮他 享受神的爱 就是神的爱中 处理他的生命 然后赶邪灵 所以我今天说了两件事 一个就是 地区性的邪灵 我们怎么处理呢 就是我们是 请教人的灵魂 去基督徒装备好 去拯救灵魂 更新人的灵魂 这个就是地区性 我们得性的方法 就是圣经就没有说到 你赶邪灵 那些人就很容易信耶稣的 圣经没有说这件事 圣经就说到 庄教已经熟了 预备好了 我们就去传上福音 而第二件就是 为人赶邪灵 需要有无性的 无性的处理生命 OK 有问题想问 关于基督律上所说的 因为我根据圣经 但是我不否定 有些人所做的 他做的 他做他想做的事 根据圣经 我就觉得最重要 就是帮人和神的关系好 处理生命 和神有密切关系 也都可以赶邪灵 但是最主要是 建立和神的关系 他整个生命就可以提升了 OK 是 十二节说到 执政的、掌权的 其实这一部分 会是说熟地多些 或熟天的多些 他在下面说 以及天空熟灵气的恶魔争战 他在十二节说到 不是和熟血气的争战 所以 这里很大可能 都是说到灵界的势力 不过 也不否定 可以说 这些世上掌权的人 背后是有天空熟灵的恶魔 因为他用以及 还有管轄这个阴暗世界 都是说到阴暗 管轄这个世界 所以 有很大可能性 全部都是说到灵界 但也有可能 就是说到 有一部分是熟地的 但他背后的势力 都是邪灵的势力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我想问 人在福音派教会 很少讲到 讲轄灵的东西 那些东西 那是否 就是这个 这些教终呢 我们看到耶稣的事奉的时候 和初期教会的事奉 都有管轄灵 那是不是以后 那些邪灵就没有了呢 耶稣没有说到 就是没有说到 是以后的邪灵 那圣经都说到 我们要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 不要被魔鬼留地暴 所以 魔鬼今天都是有造工 而且 很明显是有人有邪灵 这个是事实的 争论性就是说 到底基督徒有没有邪灵 非基督徒有邪灵 一定是事实 不是每个非基督徒都是附体 我们要明白 他不是过了附体的 附体那些很明显的 有些人信耶稣 你和他赶邪灵 都赶不到邪灵的 但是附体那些很明显 他会失控 甚至有些失去知觉 就是我试过和人赶邪灵 他立即整个人昏迷 但他说我听了你说话 不过我答不了你 我不能够和你合作 但后来慢慢说 慢慢他就有回应了 那就是非基督徒肯定是有邪灵 这个是很证实的 实际是太多例子了 基督徒来说 有个看法 就是他信耶稣 耶稣在那里怎么会有邪灵呢 但是《以复所书》第二章第二节 那里讲到就是说那些不信的人 是有邪灵在他们心中运行的 即是不信的人 运行不一定是附体的 就是邪灵影响他做事 影响他思想 到底他信耶稣之后 是否邪灵全部都会离开呢 是否信耶稣就全部离开呢 事实上我们见到很多基督徒 信耶稣之后又吵架 一样有情欲 一样有很多罪没有处理 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 完全耶稣掌管了呢 事实上就不是的 那我就深信一样 当他整天亲近神 他真的有亲近神 又处理生命 让耶稣作主 邪灵是会离开的 不过那些不是听话 整天吵架 甚至基督徒有些人 他是不是不得救呢 似乎又不是 不过那些真的有分外情 他后来又悔改 神都可以救他的 他真悔改的时候 真的有些基督徒 他所行的事情 教会开会吵架 我想你也听过 那吵架的是不是 个个都不是基督徒呢 又不是的 他们真的是基督徒 基督徒都可以被罪恶影响 而罪恶是被魔鬼留地步的 因为说到 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经文上下文是说到 不要犯罪的 所以 犯罪是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呢 事实上 就是我们的经验 有些人真的说他信耶稣 那我又不是去坚持你有邪灵 不过他走来找我 那祈祷真的有邪灵的反应 有些人是严重的 他不能够说耶稣的名字 祈祷的时候 他会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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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真的想耶稣 他说我真的想耶稣救我 我真的想耶稣救我 我真的相信耶稣 但为什么有些人都是这样呢 很大可能他们的处理生命上是不好的 这个是有争论性的 我又不是争论这个东西 总之他说有邪灵就邪灵 就是我不去跟人争论 基督徒是不是真的一定是没有邪灵 那我不争论这个东西 总之他说需要我就做 我不是需要去说服别人 一定基督徒都可以有邪灵 我不需要争论这一点 有没有人想问 我自己是觉得是缺少做一部分的 他们因为否定有邪灵的存在 我又讲一些例子 其中我去过传统教会 传统教会接受我去带领圣离聚会 那就感谢主了 牧师是开放的 但是他又想不到他的教友是有问题的 我试过我们几个人拖着手祈祷 接着旁边整个人硬了 整个硬了都站不到 跌到地上 我知道他有邪灵了 我凤耶稣看着他眼 吩咐里面的邪灵出来 一吩咐他就喊到通顶 不断地喊 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一个教会 当我和一些人按手祈祷的时候 我走到那个人 一按手几秒钟 他就紧了 手不能动 这个影片我也拍了 手不能动 他就很害怕 他一直和他赶邪灵 后来他愿意把生命完全给耶稣掌管 他之前是信耶稣的很明显 他给耶稣掌管 然后手送了 他又看到天使在拍照 我还拍了他的反应很开心 这些是我亲身经历的例子 所以也有教堂 我试过有带领聚会 一路祈祷 立刻有人有邪灵 有些就按手的时候有邪灵 这个都是我经历过若干次数的情况 我觉得是没有赶邪灵这个部分 其实我不会刻意找一个人没有事没有灵 跟他说邪灵 我只是做什么呢 一起赞美神 赞美神 然后他开始说我现在心很不舒服 或者他叫出来 或者他有些反应 那时候我才跟他说邪灵 我不会刻意去看看 在你身上是否有邪灵 我觉得亲近神多自然邪灵就会走 所以有些教会有些人真的很兇 真的那种敌党势力很强 教会做什么他都要反抗 有时是不是魔鬼给他这些意念 我觉得有时会是这样 但是赶邪灵不是我的主餐 我最主要是教人真理 和教人爱神 遵从神 这是我主要的侍奉 不是管邪灵 管邪灵只是他们需要的时候 我和他管邪灵 有没有问题想问 好 谢谢主 感谢主 在这个时候都可以认识它 以后再开 第八题 圣经又说到 如果我靠着神的灵赶鬼 就是神的国能道理會了 人怎能尽壮事加累 抢断他家累的家具 除非先捧着壮事 才可以抢断他的家财 还有耶稣说 天上地下有权兵刀刺给我们 我已经将我权兵 我已经给你权兵 可以践踏蛇和蝶子 有圣个仇子一切的能力 见面甚不能害你们 这三处经文告诉我 耶稣已经圣过了魔鬼 他说我怎能够入壮事的家 抢断他的家财 除非我捆断了壮事 就是说他能够将那些人的邪灵赶出去 即是说他真的 已经圣过了魔鬼 捆断了魔鬼 所以呢 捆断了魔鬼 所以能够抢断他的家具 也就是说耶稣已经圣过魔鬼了 而第二个经文 天上地下所有权兵给我 包括圣过魔鬼的权兵 第三个经文 我已经给你的权兵 可以践踏蛇和蝶子 所以他有这个权兵都给我们 攻击和圣过魔鬼是耶稣的工作 因为我们的工作 就是说打赢魔鬼是神做 还是人做 这个问题就是 人做的是什么呢 根据圣经的教导就是 耶稣打赢 我们跟着他一起 听他的话 传扬福音 我们就打赢魔鬼 就是说 我们跟从魔鬼 就是我们不是再把魔鬼再打一次 我们不是再打赢一次 他已经打输了 我们不用再打赢一次 我们只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 不让魔鬼在我们身上做功 我们亲近神 神吩咐我们做的事 我们就满有神的同在 然后就是 在与魔鬼争战的时候 我们属于那一类的争战 我觉得那一类的争战就是 帮人保守他的信心 和神的关系 帮他处理生命 还有帮他传人福音 就是保卫性的 然后救人灵魂就是攻击性 但是就不是去打魔鬼 防守性就是攻击性 我觉得很多是防守性 但是攻击性的呢 防守就是企稳我们的信仰 帮人和神关系好 攻击就是救人的灵魂 我觉得攻击就是救人灵魂 就不是你赶地区的观音 黄大仙 他就走了去 我就看圣经看不到 我主要是看不到 所以我起初说一个要点就是 到底圣经的教导 是不是足够我来行真理 还是只是说八成而已 两成就要你自己找方法找出来 有很多人的看法就是说 他要赶地区邪灵 是圣经没有讲这件事的 虽然圣经有赶地区邪灵 但约书第十章 讲到波斯的魔君和希腊的魔君 但是圣经没有叫 神没有叫弹意去赶他们 是神去争战 不是弹意去争战 弹意所做的 他就是亲近神悔改 遵从神 那就是他的争战 所以呢 我自己就觉得圣经是没有叫我们这样做 而我觉得圣经 我们需要行的真理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要教训督扎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足够给我们走神的路 就不是说最紧的部分就漏了 那部分呢 是有些人就领受到 但是呢 圣经里没有的 那我就觉得是 就是这件事我 有疑问 但是这样做 我又觉得是 没有问题的 他把他赶邪灵 不是一个问题 不过就是 是不是善用时间去选择 譬如他用了 九成的时间去赶地区的邪灵 那我宁愿是 我的时间是去亲近神 让神去做工 就是这个是我的看法的不同 但是我又不会否定人去做 那他做就去做 就是 一定不会有害的 他说地区邪灵 是没有害的 我认为如果人人信了地区邪灵 自然会走 因为没有人能拜王大师 那是一定的 如果全国家都跟从神 那自然地区邪灵就没有了 那问题就是 那些人没信了的时候 到底是有没有帮助呢 这个问题 圣经是没有讲到有帮助 那有些人说有帮助 那我 我又不会否定 我不会完全否定 不过我只是说圣经没有讲到 我认为你赶不走 你试试祈祷 叫王大仙走 王大仙怎会走呢 是的 很明显的 是的 这个都是一个论点 就是说 你赶了王大仙的邪灵 但是那些人都是信王大仙 王大仙都是在他心里做工 那重点呢 我们就不是去说他们的错 重点是什么 我们站稳 我们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我们走到神的路 满有神的能力 这个才是最重点的 OK 好 那我们祈祷结束 还有想问 有什么属性 是不是我们自己看下 OK 神的属性 那我 我还有一张slide 都没改 对不起 在这里有 我一起读一读 神以圣过撒達 神能叫人抵挡魔鬼 神是真理公义福音信心 救恩 怀疑 圣灵 叫我一门得胜 神是得胜者 信靠他就得胜 神能叫人抵挡魔鬼 他能够给我们能力抵挡魔鬼 那什么方法叫得胜呢 就是神的真理公义信心 这些就叫得胜了 神是得胜者 信靠他就得胜了 下面 神将能力赐人 战胜是救人脱离刑女 理论自高 战胜是将人心意带去信服主 回到基督女就是得胜 神会赐给人能力 战胜是什么 救人脱离刑女 而那些刑女 就讲到人的自高的事 人的理论 战胜是将人的心意带回去信服基督 将他带回去信服基督 那我们就打赢了 回到基督女就是得胜 在耶稣里面 遵从神就是得胜了 好 我们祈祷结束 亲爱的天父 多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 求主施恩祝福 使用我们的生命 靠耶稣站立得稳 满有能力 不惧怕魔鬼 有很多人他们经常都怕魔鬼有攻击 今天有病魔鬼有攻击 家里吵架魔鬼有攻击 很多时候将什么都推在魔鬼身上 求主帮助我们 去处理生命 处理和人的关系 不要被魔鬼留地步 亲近神 尊重神 为主耶稣作美好见证 这就是得胜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